您上次用公用电话是什么时候 很久很久以前了 好多年了 对对对 真的很久不用了 那个时候好像在家里吧 或者是出门的时候 也都只能找公用电话 是十几年前了吧 读大学的时候 后来有手机就没有了 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公用电话 我不清楚 不知道 公用电话都没有了 一般都是用手机嘛 对吧 电话停嘛就是93年嘛 93年全上海都是有公用电话了嘛 巨外卫抬起我的 哪时候有五个人了 我专门广场的 哪时候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啊 上海的世贸前三分钟 靠机一厢 人家没有地方打电话 这排台打的 老周我们还要打外国的来 内部啊美国啊都有人来打的 每天的营营至少有一百多 一个月要五千六千 现在呢这个电话呢 完全可以说是水通了 越来越发达了嘛 老周嘛是靠机 后来嘛手机 现在嘛有微信了 那么人更少了呀 上个月大概是四十多块吧 有种嘛手机没带啦 在家里打是我的手机在家吧 有个小胡子跟他爱人 有点不高兴 他爱人看到他的手机不接的 别说要睡 马上电话他接的 我爱人走的时候 我只有五十三不晓得五十七 我也忘掉了 我爱人临终的时候 他叫我这个电话停 不要放弃 哪怕是一分钱没有 也有无数位的 我也知道他是干燥我的孤独 有生意也好 没有生意也好 我根本不计较 我有时间就住在这里 你如果说我没这个电话停 我不出去 一个人在家里干嘛 在这儿住着 哪怕两个小时不讲话 我也无数位的 一晚还看看马路 总比在家里好吧 这是老天爷给我的幸福